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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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喜安嘞 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领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钱怎么花 那这个钱赚来不容易 我们要花在刀口上 那想要买的东西 现在有很多 买的方式也很多 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真的很重要 今天我们邀请到 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 黄柔文黄律师 律师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呢 就是买东西 现在很多朋友都习惯 在网路上面买 我朋友 他甚至连卫生纸都是网购 那网购已经成为一个 算花钱最 最有机会遇到的方式了 那遇到一些状况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处理 首先呢 就是这个网路购物 因为你通常没有看到 真正的东西 你通常都是看到他的照片嘛 然后他会写一些文案 写的让你觉得很动心 但其实很多朋友都说 嗯买到的东西 感觉好像跟他广告的那个东西 不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是他在骗我吗 哦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网路上 他的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他没有办法现场看到嘛 那很多的时候 因为透过一些修图啊 然后一些比较 呃 甚至说我们说是比较夸张的一些文案 那消费者那时候一看到那个图文并茂的 这个推广的商品 他就很容易就是被吸引过去 然后就是下标 结果发现就是来的时候 跟商品上除了外观不一样 那好像效果也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就是消费者 他就会觉得有点被炸 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受到诈骗了 这样子 嗯哼 对就觉得说自己购买的东西 跟他当时候所期待的不一样 而且现在很多都会请一些 可能比如说网红啦 部落客啦 就比较有一点点知名度的人来推 等于是有点宣传这个商品 那因为感觉上好像可信度会增加 就会相信说 哎这个东西可能真的那么好用 那可是收到产品之后发现没有这样子 这个就是等于是广告不实对吗 是他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他利用那个部落客 或者是直播主的这个名气 那他就把这个产品就是夸大了他的疗效 或者是说真的很好用 大家赶快买 这样的话就是像主持人说的 其实他不符合商品真实的样貌 那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公平交易委员会 他对于特别对于网路广告的案件 他其实有一些处理的原则 那他这样子的话是违反了我们所谓的真实表示的原则 我觉得大家在网路上面买东西 真的是要给自己多一点点考虑的时间 因为不急嘛 你就是如果有想买的东西 现在网路上面比价啦 或者是你可以买的管道很多 你就多多的去多看几家 有一些朋友说奇怪我这件衣服 你家网路上面那个模特儿穿起来就那么漂亮 我买回来穿起来都不一样 人家说又穿的人不一样 这个到底是算广告不实呢 还是我们 就是如果你要买任何东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 当然有可能是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他这一个卖给你的商品 跟他让你相信是那一个商品 这两个当中是有落差的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公平交易法他是怎么样来处理呢 就刚才是有说过 就是我们公平交易委员会 其实他特别 就是广告 当然我们有分电视广告 或者是一般我们的实体广告 跟我们的网路广告 那他对于网路广告 他是有我们有一个处理的原则 来去规范不管是业主 或者是部落客直播主 他在做网路广告的时候 他不可以违反这些处理原则 那如果有违反 我举例来说 如果有违反网路广告案件处理原则的 第八点跟第九点的话 那他公平交易委员会就会去审酌 他有没有构成公平交易法 二十一条的规定 就是说他在商品上或广告上 他为虚位不实 或者是引人错误的标示 那如果让公平交易委员会发现 确实你违反了二十一条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依法去采除这个罚还 等于如果我是消费者 然后我发现 这个商品是有问题的 我就可以来检举是吗 是 譬如说我买一个手机好了 然后他保证这个 譬如说Apple或者是HTC 他说是原厂的 结果发现不是 是东南亚某个厂的防冒机 但是你又在网路广告跟我说 这个是原厂 那卖我原厂的价格 这个的话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委员会 他就认为说这个可能会构成 公平交易法二十一条的规定的违反 等于我让你相信 你买的东西有这个价值 但是我用可能品质比较不好的商品来替代 对 那这样子就当然会造成消费者的损失了 那这个就是买到假货嘛 是 那有的呢 他可能是买到防造的 对 或者是甚至有的人 他曾经遇到 我觉得这直接就是诈骗了吧 就他寄来的东西不是他本来下单买的东西 对 有些 我觉得有些业者 或者是说甚至他不是业者 他就是投机的个人户 他利用这个网路 其实很难去查到说 我跟你交易的对象到底是谁 所以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模式 来进行诈骗的动作 那比如说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我明明就是买的是陆龙 结果他给我香菇 那我明明就是要五支手机 结果他才给我两支 或者是他叫消费者先付款之后 然后消费者在等他货物要寄来的时候 就找不到人的 那这样子都可能构成我们刑法上的诈骑取财 就一开始他就有诈骑的意图 然后导致你的财务有损失 我曾经遇到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不知道 我是后来没有处理 懒得处理 我觉得消费者有的时候想一想要处理 觉得有点费事费劲就不去处理 这个也不好 因为你就是对这些不法的商家呢 你就是纵容他们 我那一次遇到的情况是 他在网路上面秀出来的袜子的照片 都很可爱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就想要买 我就选选选选了我自己想要的 可是寄来的时候呢 他是那种 也是袜子 可是就是很一般没有任何造型的一般的袜子 然后他给我的那个说法呢 是说他们是随机出货 那在随机出货的情况之下 我的认知呢 是他可能会在那一大堆可爱的袜子当中 随机出给我 可能我选的没有货了 他用别的来代替 可是呢 他后来寄来的那些袜子 完全没有在本来的这些品项当中 就一开始就没有花样了 就是对 等于如果我要买这种 就是没有造型的普通的袜子 我可能就完全没有下单的欲望了嘛 对我就去跟别的商家买 或者是我就在附近的 辆放店买就好了 我不用特地再去跟他下单 那种可爱的图案袜子 对 所以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有落差 可是因为你知道单价也不是很高 数量也不是很多 我就想说 算了算了算了 幸好既然还是袜子嘛 那他有要让你退货吗 我就没有 我没有进行 我只有觉得说 真的有点被骗的感觉 被骗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采取的方式 就我对这一家店 我就不信任了 所以我就再也不跟他消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等于他没有履行 他应该有承诺的义务这样 所以我就不再跟他消费 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 损失上面还没有到那么多 那我懒得去做后续的 还要再退啊 然后再跟他申诉干嘛干嘛的 所以我就没有处理 但是我觉得消费者 我们的消费意识要抬头 类似这种商家 我觉得其实他是故意的 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说 他的挖标在网路上 那个商品到底是什么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却故意出 这种没有 没有这个图案的颜色 那去规避就说 我们有说是随机啊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个数量小消费者 要去追讨 要告他民事赔钱 或者要追讨他的刑事责任 都很困难 对 对他有点在钻 这样子的那个漏洞 没错 我觉得他就有点是 先诱骗你来下单 然后把他可能销路不好的 哇子反正就 清出去了 那类似这样子 嗯 当然我的做法就是 不再跟他消费嘛 等于他就 顶多就骗我一次 对 可是如果更积极一点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 这个情况也不能接受 或者是你的消费金额 是比较高一点的 我觉得应该要采取行动的 因为这种算是 不良商家 我们不应该让他 继续在这一个 生意上面 因为他这样子 等于有点算是 占我便宜 他一定也这样子 占其他的人的便宜 对吧 所以这种不良商家 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抵制的 就是要让他是 没有机会再继续去 骗人家钱的 这种意思 是 我觉得有些消费者 他去选择去走这个法律途径 有时候他并 他也知道说可能 对方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或者是说 他觉得要逃回来 也有他的困难度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秉持着 他希望这件事情 让其他人知道 对 那让其他人知道 其他人就 其他的消费者 他就会有警惕 那不会再去跟这个卖家 或者是说再跟这个 这个商家来去做交易的动作 对 因为其实现在网路上购物 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这个账号 就是海量的 我们要怎么样 从这个海量的商家当中 去找到你可以信任的商家 真的是蛮辛苦 所以很多人都是看交易量 就是他成交的件数比较多 然后经营的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如果你在买 你发现 这个账号好像才刚开没几天 然后也成交的没几件 那你可能就要有点 嗯 警觉心 不要高额的消费 是 因为这样很有可能 如果遇到诈骗的话 你后续就 他如果就消失 你后续要处理就比较麻烦 是 那这个商家就是他等于 不管他是用 不实在的商品去替代 或者直接用A货或仿冒品 甚至没寄给你 他就逃走 类似这样的话 他其实是触犯刑法的 对吗 是 如果他是 因为当然刑法我们要去证明说 他一开始就诈骗你的意图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交易的流程 或者是说在交易 就是说他在交易 是怎么样跟你去达成这一个交易 是用什么话跟你说叫你买 那买了之后 他如果自自不理 然后都找不到人 这个我们就很有可能认为 他是一个诈欺取材 那另外就是说寄给你仿冒品 好 比如说那种名牌包包 结果是仿冒品 其实这个很明显 他真的是会是一个就是 那个放卖就是仿冒商票货物罪 那这个我们都是可以跟警察局来报案 那请求警方去处理 那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我们在网路上交易 就是因为你卖家 你要找得到人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是消费者 你在网路购物上 你自己要有要小心 就是说你在交易的时候 要去留意说卖家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可以找得到人的自然人 或者是公司 那透过一些比较就是 比较稳定交易的购物平台 那他们有筛选这个商家好 好的卖家或是坏的卖家 那供这个消费者去打 那个评论的这个购物平台 我觉得对消费者比较有保障 对之前曾经遇过一些 新闻上看到这种诈骗的手法 比如说他会说我们大家 团购到一定的量 对 集资 那就可以打折 那曾经我看到一个新闻 好像是妈妈们 就是要买尿布还是奶粉 这种比较等于消耗品 那你一定会用到的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大家可以 大量去跟厂商订购 这样就可以便宜很多很多 于是很多妈妈就相信了 那就先汇钱了 结果这个人就不见了 那全部的都 动作都在网路上面完成 所以后来发现 这个人消失之后 完全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找到他 所以如果你在网路上面 要做消费这个动作 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 这个账号他的等于 就像我们开店一样 也是这个商家有信誉的问题 就是他的信用 到底是不是可以信任的 我觉得这要看你消费的额度 如果你是决定要买一些 单价比较高的东西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网路是不是一个 合适的购买的管道 如果你一花下去 就几十万的这种东西 你要不要去实体店面看一下呢 摸得到他呢 如果就是直接在网路上面下单 我觉得这个风险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我买到这个东西 我发现可能是有瑕疵 或者是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 那我可以退货吗 有些人其实比较good爱的 真的会去退货的 像我我觉得我就是那种 太不及格的消费者 我有时候买了衣服 发现跟那个照片好像不一样 虽然可以穿 但没有想象中这么美丽 但反正还可以穿吧就算了 懒得去处理那个退货 但是其实我们是应该可以退货的 对吗 是因为网路购物 他其实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形 我们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九条 是认为说这种有够的交易 他在七日内 他都可以无条件的去退换货 所以我不用说一定要挑出说 你看这里脏了或那里坏掉了 有瑕疵我才可以退 不用不用 那是因为我们跟在实体的不一样 我们既然不能够去看到 就是说看到这个衣服到底实际的状况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 他为了保护消费者 他就给消费者账的一个权利 说七日内无条件的去退换货 所以大家要 勤快一点点 我觉得尤其很多现在 朋友们会在网路上面买衣服 那衣服这个 我觉得已经有点像消耗品了 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拍起来很漂亮 但你穿起来不一定 然后他的质量呢 虽然写的是这样 但是收到的时候跟你想象的 好像也不一定完全一样 毕竟比如说全部都写雪纺纱 但是这一家跟那一家的雪纺纱 好像又长得不一样 那我们都不是专业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 只要这一个货物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或者是你觉得穿起来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美丽 你是可以退货的 七天内 对原则上我们是可以退货的 那如果卖家他有在上面说 我们本商家不适用七日内无条件退货的规定 这个是不行的 或者是要消费者说好 退货可以你要负担运费 这个也是不行的 那有的他说他这个商品是特价的 所以不可以退货 只要是网路购物 除非有待会我们说的例外的情形 不然的话都是可以在收受的七日内 无条件的退货 但是他在上面写那些是他自己写开心的 对他自己 或者是说他觉得有些消费者不懂 那有些消费者不懂 他就是觉得说 既然他上面都写是我没看到 我就摸摸鼻子 就说那我下次小心一点 对 因为我有学妹 我学妹本身也是律师 他也是买了就是一件衣服 然后后来发现不一样 那他就打去跟商家说 打去跟商家说 你这个东西不一样 我要退货 然后他这个商家就回复我的学妹说 可是我们有在上面说 本商品不适用建赏期的规定 然后我学妹就说 你们是网路购物 你们怎么可以说你们不适用 那商家听了之后就说 不要这个样子 我们马上让你退货 他就发现 这个是专家 对这个是懂的 他就说不要这个样子 我们基于就是让你方便 我们还是让你退货 然后我学妹就回复 他就说你本来就要让我退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法律的一些规定 应该要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呢 我们生活中是没有办法避免遇到法律的 那可是呢 如果你不懂 那你就会被懂得骗去了 是 对所以 如果说你在网路上面购物 这个商品只要你收到的时候 你发现跟你预期不一样 七天内你都是可以退的 除了哪一些例外的状况呢 我们因为我们除了 我们消费者保护法 我们要保护消费者 但是我们要保护商家 那整体来说 我们是要保护一个 我们在消费的交易安全 所以有些状况我们怕消费者 他什么都没有理由 他就是七日内 他就一直给你退 一直给你退 那对于商家 他也是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有规定几项 那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贴身衣物 那再来就是期刊或者是报纸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客字化 譬如说马克杯 上面有印我的就是图 对 名字或者是图片 好那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说那个鱼啊 或者是肉 这个保存期限 比较短 或者是说他已经快要腐败了 这个的话就不允许消费者就说 他等到他快要腐败的时候 他又给人家退 退回去 那或者是说我们买的这个影音课程 那影音课程你到的时候 你不能就是给人家开了 然后那个档案你自己都存好了 然后你就说这个不符合我的要求 然后就又把他退回去 对 那这大概是这几类的几类的 那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是这个国际航空的那个客运的服务 对 那这个这几个部分是不容许就是消费者说七天之内有无条件的退货的机制 大家就可以发现主要是商品的类型 就是他的价值如果说你收到之后 然后等于他的价值就消灭了 你没有办法再退货之后 他没有办法再去销售给别人 那这个其实就是店家他要吸收这个损失了嘛 那如果你遇到那种消费者就是一直反复进行这样的动作 对商家来说他的损失会很大 他没有办法去承担 那我们总是法律绝对不会只保护某一边 他一定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嘛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消费的类型是例外状况的 那你可能就心里要知道说 这个下单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认知了 那如果是这个其他例外情况以外的一般的商品 那你的权益就是七天内你可以退 那你也不要经过两年之后要给人家退 那个就没办法了 就是七天内让你有一段时间去考虑 这个商品我到底喜不喜欢合不合用 然后适不适合我 你有一点点的考虑时间 也不是说你隔天马上要决定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内 那你是可以无条件退货的 那等于商家这边他也要负担这个运费的损失 其实是 那还有就是说消费者可以在七天内退货 那我想他在开店的时候他就必须 那个就是他营业的成本 因为他不像实体店面要付电珠 或者是管销 那他既然是没有这些成本 他就必须要负担这个消费者会退货运费的成本 没错 那我们如果遇到一些消费纠纷的话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到底要问谁 我要直接报警吗 还是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联络的方式 来申诉我们自己的权益呢 我们消费者其实我们消费者保护协会 其实这边就是我们有做一些调节的事宜 所以如果消费者有些消费的纠纷的话 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这个消费者保护协会来 那个来预约 那我们会有律师会当调节委员 然后来做就是消费者跟商家 这边买卖双方的调节 那看你们的争议到底是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行政 就是行政院其实你也可以有 就是上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的网站 那他上面你也可以去做申诉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打我们行政院的消费者服务专线 就是1950 等于你可以打电话 然后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去做申诉 那其实很多人都说 如果到时候我要告他跑法院 这个太麻烦了吧 其实还不用到那里 因为前面都会有调节嘛 我们主要产生纠纷就是可能双方认知不一样 或者是有造成一些损失的情况 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在调节的部分 其实就可以处理完毕了 除非说双方的这个奇异非常之大 对 非得要到走法院 要不然在那之前可能一些 在调节的程序当中就可以处理完毕了 是大部分因为他的金额小 那我们也会跟消费者或者是商家 去跟他说法条的一些规定 那我们也不是一味的就是说一定是站在哪一方 我们是适时的让他们知道说法律的规定到底是什么 那适着让他们就是各退一步 那去达成一个共识 那就像主持人说 你在这边处理完之后 你后续就不用一直跑法院跟一直举证 嗯哼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对法律不太了解 然后所以呢一些问题的纠纷的产生 那这边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有律师呢 可以为大家来解答 因为是专业的 他会让你知道说我们法律相关的规定 其实是怎么样 那我们大家都还是要遵守法律嘛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方可以说 无条件的去占别人便宜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非常方便在网络上面购物 大家可能每天可以花个好几次 尤其如果用信用卡的话 真的没感觉 真的还可以让你分期 无息分期 低息分期 希望大家要理智购物 那当然网络上面呢 图片啦或介绍啦 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非常的动心 希望大家可以至少给自己三天的考虑期 那如果买下去之后 你收到货品发现 好像跟你预期的不太一样 你有七天内都可以免费的 就是无条件的来退货 在一定除了例外状况以外 这个也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纠纷 遇到一些状况的话 也是可以拨打1950 这个是消费者的服务专线 或者是呢 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网站 它上面呢都可以线上申诉 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 黄柔文黄律师 谢谢律师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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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